好 今天很感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 作为一个牧羊团队的基督徒的夫妇 就是要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的夫妇当中 因为我们都蒙召通过我们的婚姻 侍奉天主 在这个项目任务中 我们并不孤单 我们只是做好我们想做的去做 相反的 我们是一对夫妻 我们应该作为一个家庭的牧子 因为我们是家庭的牧子 就等于我们是要在这个家庭成员当中 也是有丈夫或是 如果是丈夫姓了主 是更好一起来侍奉这个家庭 如果是没有姓主 我们也是要对这个家庭造作耶稣的话来去帮助 就是关于我们家庭成员小孩子方面 我们都是要注意到 相反的 我们应该做一个家庭的牧子 在教会就是神父了 我们在家庭我们就是等于牧子 牧养的是什么 牧养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管好那个羊群 因为小孩子也是等于是我们的小羊 我们就是要在管好他的脚步 不要跑错路 羊就是跟着这个牧人 在行业中 耶稣用牧养人这个词来指败他 与他关心的人 我看有没有牧养和羔羊 有什么叫羔羊 牧养是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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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顾那羊羔羊是羔羊的羔羊 牧养是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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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要从哪一个层面来解释 如果我们光是看字面 牧养就是看顾羊的人 羔羊就是那一字羔羊 羔羊是小羊叫羔羊 小羊叫羔羊 小羊叫羔羊 如果你要说用这个比喻在教会里面 羔羊就是耶稣 就被顶着十字架羔羊 就是耶稣指耶稣 牧子也是指耶稣 牧养也是指耶稣 他是牧养人 看我们就变成是他的羊羣 这样子 在行月中耶稣用牧养人这个词来指代他与光君他的人 约翰福音 你们回去看那个圣经 十章十一 十一节到十二节 耶稣在安日匹的时 再次使用了相同的关系的原字 他羊羊群的领袖 也是在约翰二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 因此神父是关心他手下的人 都给予他全部的关心 所以耶 这个神父在教会 因为我们的教会的团体 教会的人很多 所以我们这个团队的意思 是在教会内 有关心到家庭方面的 就是家庭方面的这个团队 就是要帮助另外的家庭 家庭成员 凡是叔也是在教会内的 我们都很有一个明确的角色和智能 我们成员 大家都要互相的配合 或者其中哪一个成员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助 照顾 我们都可以拿出来讲 摊开来讲 我们都是怀着 好像耶稣这样 或者有什么心差太错 这方面的事情 我们也是要用爱心来劝导他们 或者我们是做和事老 有什么问题发生 为的都是帮助他 跟主耶稣和好 就像我们这个祥祖这样 所以有什么事情都要讲出来 大家互相帮助 而知识实现 如果我们做到这样 就能够呈现出天主的爱在我们当中 所以当我们团结一致的时候 事情发生时 我们就一起来面对 所以我们就不会孤单 不是你自己一个人来去面对 好像一个人 遇到痛苦创伤 我们是团体的 我们都是一体成为一体的 我们都是一样会觉得痛的 所以 有东西都不怕讲 我们都会帮助 这也是天主的爱在我们当中 牧养团队所做的工作 这样的工作就是要照顾 大家互相照顾 团圆大家互相照顾 也是天主的教导 人们就像喂养和照顾养一样 让我们来看看我们作为牧养团队在家庭的角色 为什么要团队运作呢 因为这是神的旨意 好像在家庭中 我们结婚的时候是一男一女 天主照男先 后来就觉得一个人不好 就照顾一个女人 大家都互相来帮助他 所以在家庭中 我们如果配搭到好 因为教会就是一个小家庭 我们就做好在我们的家庭中 之后 就在团体 我们也是在教会来帮助这个团体 的应作 来达到这个神的旨意 就在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十一节那边 你们回去自己看 每个人都无法单独完成天主的计划 因为天主造人所定的计划是一男一女 但是现在很多世界啊 有些不对务的东西 就是那些 离开有天主啊 自己用人的那些行为来去做的那些 不符合天主的造人的旨意 这是很不好的一种 对是非一种